哈喽 大家下午好 我们现在是来到辖江 这吹光泥基地 现在吹光泥都成熟了 今天我带上我媳妇我小妹 跟我妹夫我们去看一下 吹光泥 跟着我的镜头出发 吹光泥基地是你的吧 对 是我们的 你过心啊 我免过心饭 因为吹光泥这个品种 近几年来还是 比较畅销的 来 从这边进吧 我们套袋的跟 不套袋的实际上是一个品种 但是套袋的呢 就要熟得晚一点 我们延长那个送卖期 然后套袋的梨相对来说 品质要更高一点 品质高一点 我家里的梨我就没套袋子 所以说没套袋子 它真心再早一点 套了袋子的梨它的果形就更漂亮 这个样子 它的果形就这个 它这个就是 像现在套袋子的一些病虫害 一些农药啊 不会附着在上面 比较绿色一点 这是叫绿色产品 它套袋子就是没虫子去咬 然后没鸟去粘 这两个区别 一个套袋子一个不套袋子 不套袋子有点好像有点 我起来没那么光 有感没那么光滑 套袋子看起来光滑一点 有点带那个 品种是一个品种 看起来就要跟脸一样 像我的脸就粗糙一点 像这个它没套袋子 跟我的脸差不多 像这个套袋子 给我洗脸差不多 就是这里的 哈哈哈哈 我们这里是全不自产泥的基地 所以要剪至蔬果 泡袋成本很高的 我们这是浙江农科院研发出来的产品 这个品种是浙江已经过来的 我们的技术园啊 也是浙江过来的 老板你们那个地下钓的那个果 是剪掉的还是 地下的果是淘汰掉的 淘汰掉 挂的太多给它剪掉了 就是现在成熟的时候采摘的时候 有些不好的不良的果 我们就给它 先在树上淘汰一瓶 然后在我们选果包装的时候 还要淘汰一瓶 对 就是说太小的果 它就不会送卖 还是有一些做果铺的 或者做梨酒的 会要一点这种 比较偏小一点 我们零售的话 往外出售的话 都是比较优品 这个梨就很大 那我再一个 这个梨就大 它有品种的 一个梨也有 有四两有半斤的 对 它也和一副三等果吧 大果 中果 小果 想吃梨的 你看 你看 这个梨给你家的比较 怎么样 是啊 我那梨树我又没管理它 又没套袋子 然后鸟又吃 我那个梨口感也是不错的 口感可以 就是鸟吃掉了 吃掉一大半走了 嗯 它们这边怎么没鸟呢 这个树里下都是一个一个的很漂亮 是啊 它这边鸟都不来吃 我家的梨又是多鸟吃 你看这个梨它就没有鸟吃 它这个管理的好吗 专业的 专业的 它没听那个老板是说的 它是浙江的技术员 技术员 这国 它是每年都要打枝 帮老板 这个梨是什么价钱呢 现在这个梨今年是5块一斤零售 我们是8斤装的礼盒 一箱就是40块 像这种上市之后就是卖到8块一斤零售 也是8斤装的礼盒 就是卖到60块钱一箱 也是8斤装 对 都是840块钱一箱 套袋的相对来说成本要高一些 像这个小一点的它就价位又便宜一点 小的我们不零售 不零售 中国小果我们不零售 我们只卖幼灯品 那小果 中国我们都基本上是批发掉 嗯 那最少有半斤这个梨 半斤 这三个梨好的 半斤漂亮 这个梨 这个梨种的真漂亮 是吧 有半斤到六七两一个 当正你们 你们做短视频 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梨的 往上可以搜索到 它的 它的优势在哪 它的口感啊 或者是 它的甜度啊 它的 什么清肺啊 润喉啊 这个都是 有着一定功效的 冷藏 冷藏一下 口感是更好 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脆 口感好 口感好 水分足 甜度 甜度高 甜度也不是很高 就是说 大众能够接受的 就是微微的甜 我摘一个给兄弟姐妹们看一下啊 这个梨啊 这个套了袋的啊 这个梨 这个梨就泡了袋的 那个鼻一万斤 我再摘一个没泡袋的 这个 这个梨 这个梨大吧 这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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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说丰收嘛 所以说浪费来的 对啊 你看好多人到家的地下都烂掉了 啥啥 太可惜了 所以说一年四季再丰收嘛 就帮助农民伯伯 销售一点土特产 我们这边的土特产 老板我也到你基地看了 这个梨不错 可以帮我们带动一点销路 帮我们搞农业的也难 我也是个地地道的农民 所以说我以前我家里也有 也不多 这几十个 我们也希望通过你们这个短视频平台呢 绘农助农 帮我们这些搞农业的 搞农产品的 带动一点销路 增加一点收益 这个水果产量度比较高 销路也是有一定困难的 那肯定的 早几年有那个口罩原因嘛 对 所以说我也是一个地地道农民 我也是也知道农民种出来水果 种出来庄稼什么的 也不容易 是不是 要帮大家消一波 有需要的就在评论区留言 有需要的在评论区留言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 好 再见再见 我关一下门 拜拜 那老板关门 走了